冬天的萝卜最洋人 今天分享一个萝卜好吃的做法 清洗干净的萝卜去掉头尾 削去外皮比较粗糙的地方 然后把处理干净的萝卜擦成细丝 锅里水开,倒入萝卜丝焯压水 把萝卜丝焯压水能去除萝卜的辛辣味 焯水40秒钟左右捞出来 放到大碗里扒开晾凉 在这个中间调一个蒜汁 一小把大蒜拍扁切碎 切好后放到碗里 再放入切好的红米椒 一勺的熟司码,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加入食盐鸡精 生抽蚝油 最后淋入香油 搅拌均匀 这样蒜汁就调好了 接下来把料凉到萝卜丝 用手挤出里面的水分 放到菜板上 用刀在中间切几刀 尽量切的脆一些 这样口感更细腻 切好后放入大碗里 加入一点食用碱 能保持颜色翠绿 然后再加入两勺淀粉 两勺面粉 面粉的量根据萝卜的多少加入 把萝卜里多有的水分抓出来 像这样能抓成团就行了 边抓拌 边抓拌边揉 最后揉成光滑的面团 揉好的面团 揉一小块放到手里 搓成长条 再按扁 这样一个小饼的形状就出来了 做好的小饼一次的放入蒸锅里 锅里的水开再上锅蒸 大火蒸15分钟 正好直接拿出来不用煸锅 要不然颜色就不好看了 再上挑好的蒜汁 比大鱼大肉都好吃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有点聪明 放下来 谢谢大家